民进党现在就是整个躺平了 民进党呢从这个董监事会召开完之后 一直到现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民进党都没有去跟韩国瑜沟通 如果民进党你觉得卢岳忠这个人选 你有意见的话 你把你的意见提出来嘛 你到底不满卢岳忠什么 甚至你私底下 可以去找韩国瑜来沟通这件事情啊 结果这些日影的董事完全不做 然后就晾在一旁 晾在一旁那就不碰就躺平摆烂 反正你韩国瑜不来找我我也不去找你 但是照理来讲韩国瑜现在已经很明确的 他就是要卢岳忠来担任这个执行长的人选 反倒是你们绿营一直不给出人选 你们绿营在那边偷偷摸摸 然后你们不讲出人选 你们又不提出不满卢岳忠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们绿营到底想要干嘛 不就是一直在卡整个民主基金会的运作吗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日影非常非常的无耻 先去瘫痪你国会的议事运作 再来瘫痪你民主基金会的人事的相关运作啊 那你们都不提出来之后 不就是一直变相的在卡韩国瑜吗 这真的是大家所乐见的民主基金会的运作吗 民主基金会的事情 在马德有事马的节目谈了很多次 从三月一路谈到现在已经七月了 居然还要继续来吵 主要的原因是在六月在开董事会的时候 那时候是顺利推举韩国瑜担任董事长 可是因为韩国瑜在开董监事会的当天 他必须要主持认会也因此呢跟民主基金会来请假 结果呢在这一场会议之中 就决议把韩国瑜指定奴业中 来当民主基金会执行长的位置的这件事情 先把它搁置下来 媒体就有特别报导 其实韩国瑜当天不课出席 但是他有委托董事徐宇宁来代理出席 同时还有一张委托书 这个委托书上面写到的是说呢 如果韩国瑜顺利当选董事长的话 那就直接提名卢业中来担任执行长 结果没有想到绿营的董事认为什么 认为说因为韩国瑜不在场 所以他们对于卢业中的这个人选 有意见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当面询问韩国瑜 也因此他们主张得要等到 韩国瑜在现场的时候 我才要来讨论执行长的名单人选 更夸张的是这些绿营董事提出来 当时民主基金会谁主持的 就是副董事长林嘉隆在主持这一场民主基金会 民主基金会也同意绿营董事的说法 就同意说好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执行长的人事案直接搁置了 哎这件事情到底要多荒谬 因为按照民主基金会的章程 执行长的产生是由董事长提名 经过董事会同意之后领聘之 董事长提名然后董事会同意啊 他在这个章程里面并没有写到 要来质询韩国瑜哎 这些绿营董事现在搞的自己 要搞人事审查一样哎 就是把韩国瑜 我要亲自看到你韩国瑜本人 来到民主基金会 接受我的背询 接受我的询答 因为我对卢叶忠这个人 我很有意见 所以我要你韩国瑜亲自站在我眼前 我才能够来搞人事审查 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为什么要说这荒谬 大家想想看哦 过去黄玉玲 林家龙的子弟兵 他在出任民主基金会执行长的时候 有搞过这种人事审查吗 没有哎 很顺畅的黄玉玲 他就直接出来来接任这个执行长的位置了 结果黄玉玲能够顺利的出现来当执行长 反倒变到韩国瑜提名的卢叶忠 绿营的董事东卡西卡狂卡 卡了这么多个月还不让卢叶忠出来 所以卢叶忠在牛棚待命了这么久 结果都卡在绿营想要搞人事审查上面 这完全就是在针对韩国瑜啊 所以绿营说他们不是卡韩国瑜 但你卡韩国瑜提出的执行长人选 不就也是变相在卡韩国瑜吗 然后再来我今天也私下了解到 民进党现在就是整个躺平了 民进党呢从这个董监事会召开完之后 一直到现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民进党都没有去跟韩国瑜沟通 如果民进党你觉得卢叶忠这个人选 你有意见的话 你把你的意见提出来嘛 你到底不满卢叶忠什么 甚至你私底下可以去找韩国瑜来沟通这件事情啊 结果这些绿营的董事完全不做 然后就晾在一旁 晾在一旁那就不碰就躺平摆烂耶 反正你韩国瑜不来找我我也不去找你 但是照理来讲韩国瑜现在已经很明确的 他就是要卢叶忠来担任这个执行长的人选啊 反倒是你们绿营一直不给出人选耶 你们绿营在那边偷偷摸摸 然后你们不讲出人选 你们又不提出不满卢叶忠是什么 不满卢叶忠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们绿营到底想要干嘛 不就是一直在卡整个民主基金会的运作吗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绿营非常非常的无耻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先去瘫痪你国会的议事运作 那瘫痪国会议事运作之后呢 再来瘫痪你民主基金会的人事的相关运作啊 我就是不让你过啊 你能奈我何 但这个是对的吗 你们民主党到底要找谁讲出来嘛 因为不要 你们不要有意见 但是你也拿不出一个更好的人选出来 那就让大家摸不着头绪啊 你不是在卡韩国瑜吗 不然你到底是在卡什么呢 所以现在啊 这个韩国瑜忍无可忍嘛 韩国瑜觉得不耐烦了嘛 所以媒体就报道 在九月的时候 民主基金会就要来开董事会 然后当天韩国瑜本人会亲自出席 他要亲自来跟这些绿营的董事 说明为什么他要找卢叶忠来担任执行长 因为卢叶忠他过去呢 也曾经在这个民主基金会来任职嘛 而且 韩国瑜也会表明说 他选卢叶忠不是政党的之间的考量 完全是专业考量 完全是为国举财 那如果这些绿营的董事 依旧是不满卢叶忠的这个人选的话 还要继续卡韩的话 也不排除韩国瑜可能跟卢叶忠同进退的大动作 反正就是九月韩国瑜要直接 先桌跟你摊牌了啦 那你民进党到底要不要同意 你不同意你人选给我 那我们一起来讨论嘛 你们民进党不是最喜欢说什么 没有讨论没有民主吗 现在院长办公室随时敞开啊 你能够去跟他讨论这个相关的执行长的人选啊 大家互相对于人选意见交流交换意见 可是你们都不提出来 那你们都不提出来之后 不就是一直变相的在卡韩国瑜吗 这真的是大家所乐见的民主基金会的运作吗 好所以呢这个是民主基金会 马德今天来跟大家谈到这边 我来看一下网友的回应 刘立宁说卡好卡满非常的超过 最怕的就是九月的时候 这个韩国瑜他人都已经到了这个董事会的现场 然后结果呢绿营还是要百般设法的 来阻挠韩国瑜提名卢叶忠 会不会还是这样子 然后至算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啊 何先生说不满的原因就是人是韩国瑜挑的 对就是因为人是韩国瑜挑的 然后他们四处在黑韩嘛 然后黑了这个韩国瑜之后 然后就一直不让他的人选过关啊 为什么要这么幼稚啊 你看能够让整个基金会顺利的运作 这不是大家所乐见的吗 结果因为为了要搞政治斗争 见韩就卡 这是大家的福祉吗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最看不惯民进党的地方 你每次都为反对而反对啊 好令说呢韩如果要退就中了民进党的意 就等于说呢民进党就可以来把持这个民主基金会了 然后Chris说没有讨论没有民主是要来看对象 结果现在他们完全都不讨论啊 西西米也说规则都写出来啦 钟永生就说这个是出尔反尔在找麻烦 邱盖姆说民进党呢就每一件事情都在勾心斗角 每一件事情都想要来政治操作啦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